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与现场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华家强 今日的新闻真是让人眼花缭乱 首先我们来看看南韩和尚DJ在新加坡夜店的表演 尽管政府警告表演不可含有宗教元素 但夜店表示表演照常进行 门票更是热卖一空 真是热闹非凡 接着我们聚焦英国国防大臣的爆料 他指控中国可能正在准备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援助 这一消息立刻引起了美国白宫的回应 双方的言论引发了广泛关注 最后我们来到台湾高雄 一名男子因为拒绝与女友分手 竟然在罪意下爬上屋檐球覆核 最终被警方带回警局 这场爱情闹剧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经济日报报道 新加坡夜店近日宣布邀请南韩爆红的和尚DJ日境大师于6月表演 尽管当地官员警告表演不可包含任何宗教元素 否则可能被禁止 夜店Club Rich表示 日境大师将在6月19日至20日连续两日表演 并且门票已授庆 新加坡警方和内务部部长尚穆根对此表示关注 称日境大师过往表演的宗教内容可能冒犯佛教社群 夜店回应称 日境大师的表演将不涉及任何宗教元素 强调尊重所有宗教 确保演出没有宗教相关内容 东方日报报导 英国国防大臣夏伯斯指控 中国可能正准备向俄罗斯提供用于乌克兰战场的致命援助 他表示 美国和英国的国防情报部门有证据表明中俄之间的贸易增长 且致命援助可能正在流向俄罗斯 这一言论引发了广泛关注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对此表示 美国过去和迄今为止都没有看到任何证据 但希望与英国讨论以确保美英有一个共同行动蓝图 东方日报报导 台湾高雄男子区一名38岁陈姓男子英不干 与46岁前女友蔡姓女子分手 周三早上借酒意到对方住处要求复合 他为了见女方一面 竟然攀爬至一楼车库顶 最终被警方带回警局保护管束 警方表示 蔡女已向法院申请保护令 由摄政机关处理后续事宜 陈姓男在被警方拉回地面时 仍喃喃自语 不肯罢休 身上充斥浓烈酒气 这一事件引发了当地居民的关注和讨论 新华社报道 解放军东部战区今明两天将在台岛周边 开展大规模军事演习 此次演习从早上7时45分正式开始 覆盖范围包括台湾海峡 以及台岛北部 南部 东部和多个外岛 如金门岛 马祖岛 乌秋雨和东宁岛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李希海军大校表示 这次代号为联合力舰 2024A的演习 将重点演练 联合海空战备警循 联合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 联合惊打要害目标等科目 旨在检验战区部队的联合作战实战能力 李希强调 此次演习不仅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强力惩戒 也是对外部势力干涉挑衅的严重警告 东方日报报道 中国大陆解放军东部战区 正在台湾岛周边进行多军种联合演习 演习从周四早上7045分开始 持续到周五 范围包括台湾海峡 台岛各个方向 以及金门 马祖 乌秋雨和东宁岛周边 演习内容涵盖 在联合海空战备警巡 联合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 联合惊打要害目标等科目 舰机将抵近台岛周边进行战巡 岛链内外一体联动 旨在检验战区部队的联合作战实战能力 东部战区发言人李希海军大校表示 此次演习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强力惩戒 也是对外部势力干涉挑衅的严重警告 联合早报报道 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 在就职演说中明确表示 台海两岸互不隶属 引发大陆资深两岸关系学者的强烈反应 台湾府人大学外语学院 日本暨东亚研究中心举办的讲座中 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学院荣誉教授赵春山 和政治大学东亚所名誉教授邱坤玄 对未来两岸前景深表悲观 赵春山表示 赖清德的演说 让大陆彻底对台湾丢掉幻想 准备斗争 未来大陆在军事演习和台湾国际活动空间上 会有强烈反应 邱坤玄指出 赖清德试图在民族 文化和历史上切断台湾与中国的连接 这将导致文明冲突 美国在赖清德演说后 欢迎其提到 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与现状 但必谈两岸互不隶属 显示美国的态度是默许赖清德的言论 两位学者均认为 未来大陆的反应会非常强烈 台湾要有过苦日子的准备 香港电台报道 英国国防大臣夏博斯早前声称 中国正准备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援助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迅速反驳 称此言论完全是无中生有 发言人指出 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 始终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积极推动政治解决 并在军事物品出口方面 一贯采取慎重负责的态度 中国驻英大使馆奉劝英方 停止无端指责 停止在乌克兰问题上火上浇油 反思自身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角色 真正为世界和平与正义做出贡献 东方日报报道 新加坡警察部队周三表示 两名曾在当地生活的富商 因涉及海外网络赌博活动被中国通缉 并与新加坡最大宗的30亿元颇原洗黑钱案有关 警方证实 这两名分别为37岁和39岁的男子 是去年8月启动调查洗钱案的其中两名疑犯 但他们在警方行动前已离开新加坡 警方扣押了他们的部分资产 包括房地产 车辆和乡村俱乐部会员级 除此之外 警方还在调查另外15名涉案人士 并通过国际刑警组织 对部分疑犯发出红色通缉令 经济日报报道 瑞银最新研究报告 将林展的投资评级由买入连降两级至孤售 并将目标价从53.9元大幅下调至31.5元 瑞银解释 林展虽然有望纳入港股通 但因港人结构性北上消费和低息融资将结束 预计未来三年 每单位分派年均下跌7% 瑞银还预期 林展未来两年的续租租金将下调 租用率也会下降 此外 瑞银指出 内地投资者对林展兴趣不大 更偏好低负债 可持续增派息的高息股 受此影响 林展股价在尾市跌幅扩大 最新报34.7元 成交近6亿元 新岛日报 内地许多大学强制学生完成校园跑理术 为达标者需重修体育科 为逃避实际跑步 部分学生选择找人带跑 或使用外挂软件作弊 社交平台上充斥着各种智慧跑的分享 如收费带跑 骑车摇手机等 为应对作弊行为 多所大学已通报并严惩作弊学生 南开大学倡导特色马拉松活动 鼓励学生通过参加马拉松比赛获取学分 但仍发现作弊现象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和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也采取了严厉措施 打击作弊行为 强调诚信跑步的重要性 东方日报 贵州省贵阳市一间烤肉店 因在竹签上喷漆区分 正常销售和赠送的肉串 而被责令停业整顿 云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接报后迅速行动 调查该店的经营资质 卫生环境和食材储存情况 并封存涉案食材 烤肉店解释称 喷漆是为了区分赠送肉串 因疏忽管理新员工 而违反了食品安全法 店方已向消费者致歉 并表示将积极配合 市场监管部门的调查和整改要求 新岛日报 湖南张家界一间周大福店铺 近日因顾客不慎掉落金戒指 被店员要求赔偿1250元 引发网民热议 顾客认为戒指并未变形 店员则坚持戒指已损坏 事件在网上广泛传播 许多网民质疑 金戒指抗跌力低 和店家的赔偿金额过高 湖南周大福回应称 已与顾客达成共识 向征信收取200元修理费 许多网民认为合理索赔 应体现商家的诚信 并对店家的高额索赔 表示不满 香港电台报道 美国密歇根州 一名接触乳牛的农场工人 确诊感染H5N1禽流感病毒 这是美国第二宗同类个案 州卫生当局表示 这名工人的眼睛 在本月初曾出现轻微不适症状 不需要接受抗禽流感药物 奥斯塔尾治疗 并且现已康复 美国疾病预防及控制中心表示 公众受感染的风险 仍然很低 但建议为农场工人提供防护装备 特别是保护眼睛的装备 此前 美国德州一名农场工人 也在接触病牛后 出现红颜等症状 目前 美国有九个州 包括密歇根州和德州 通报乳牛感染轻流感 由于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在约两成的零售奶类样本中 发现H5N1病毒残留物 科学家相信 疫情的爆发范围 应更为广泛 东方日报报道 台湾高雄市 一名女子购买彩票 中得投奖 读得两亿元新台币 约4800万港元 为了回馈故乡云林县 并辅助偏乡儿童 她决定捐出1000万元 约240万港元 其中一半献给县政府 另一半赠予慈善基金会 中奖者是一名云林县出生 30多岁未婚女性 现实任职高雄一间贸易公司 她曾响应政府政策 在大学毕业后 前往东南亚 从事教育行业 至今依然觉得相关人生经历十分宝贵 因此中奖后 想与社会共享奖金 云林县县长张立善 在县府清明大厅 举办记者会 并接受捐款 她形容中奖者是云林女儿 承诺善用捐款 让县内若是族群 家庭 长者及儿童 都能够得到更完善照顾 香港电台报道 英国首相新伟成宣布 提前在7月4日举行大选 将是英国自2016年脱欧公投以来的第三次大选 欣伟成说 现在是为英国未来做出抉择的时刻 虽然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但她和她的政府已有明确的计划 她会在未来几星期争取选民的信任 证明 只有保守党政府 不会让来之不易的经济稳定 面临风险 在野工党党魁世纪贤则形容 这是英国需要 并且一直等待的时刻 呼吁选民支持工党 让国家出现改变 并表示工党已有重建英国的长期计划 将带来经济增长 有报道形容 新伟成提前大选是一场赌博 指出最新民意调查显示 保守党支持率只有20% 而工党则有47% 民调专家预测 保守党很可能惨败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